接著我們要看有一種題目 就是輪船沉下去還是潛水艇沉下去 浮力會變大還是會變形 鐵製的輪船可以浮在水上面 這個是以後才知道的 古人不會有人用鐵做船 神經病啦鐵會沉啊做船不沉下去的嗎 這個是用木頭來做船 一直到後來才知道鐵是可以做船 為什麼做船 圖上顯示 鐵做的船中有空洞 所以下去的時候會多排開一些 所以黃色就是它排開的 黃色就是要排開的 實際上就只有紅色 所以它的排開的體積多水浮力就會怎樣 比較大 用那個科學的說法就是 因為整個戰績的體積變大 所以平均密度變小 平均密度小所以就會浮起來 所以上面這個圖就是輪船浮在水上面 這個時候是浮體浮力會等於物重 然後呢 如果你沉下去咧 如果你沉下去咧 這時候是浮著所以浮力會等於物重 那如果沉下去的時候咧 沉下去的時候水灌進去了 它又沉下去了 紅色的就是下面的土 紅色就是物體的體積 黃色就是排開的體積 就一樣對不對 一樣 所以排開的體積少水浮力就小水就沉下去了 米的話叫做平均密度大 所以它就會沉下去 所以破掉了 我們在鐵達尼號那個電影演的時候 中間有一個說法 就是 它跟那個羅斯解釋的時候就說 我們鐵達尼號 這裡下有很多的隔水艙 空洞 幹嘛 減少平均密度增加浮力 為什麼隔開 隔開的話就是 有個用破了洞之後灌水進去 其他還是空的對不對 還可以繼續把車它浮起來 結果鐵達尼號事後知名是說 它撞到冰山沒有撞得太早 撞得早就直接撞上去就好 沒有撞得太晚 撞到晚一點就是閃過去嘛 可是它撞得剛剛好 冰山在這邊 它撞到口子 全部進水 全部進水 所以空間就沒有用了 它就沉下去了 它就沉下去了 OK 所以它就沉下去了 所以這時候沉下去 浮力就會小於物重 浮力就會小於物重 所以輪船沉下去的時候 浮力是變大還是變小 浮起來的時候浮力等於物重 沉下去的時候浮力小於物重 所以輪船沉下去的時候浮力會變小 浮力會變小 浮力會變小 OK 了解嗎 了解 所以沒有蓋蓋子的瓶子 所以沒有蓋蓋子的瓶子 不知道為什麼一樣大很好請坐 那個瓶子就是船啊 浮的時候浮力等於物重 然後沉下去的時候 沉下去的時候呢 浮力小於物重 所以浮起來的時候浮力大 沉下去的時候 浮力小 所以它浮力會變小 浮力會變小 它就是輪船 所以考試考的啊 鐵達尼號沉下去的時候 怎樣啊 鐵達尼號沉下去的時候會怎樣啊 有可愛小女生嗎 臨漫沒有18號 臨漫也沒有19號 為什麼找不到可愛小女生 臨漫有16號啊 沒有 15號 也沒有15號 No.8 P5號 P5號 C請坐 你答案選的是C 鐵達尼號浮起來的時候浮力等於傳重 因為他很多的隔水艙所以多幫你排開來了 所以平均密度小 然後呢就水就灌進去了 隔水艙失效了就沉下去了 平均密度變大排開體積變少了 所以呢浮力就會減少了 為什麼會減少因為排開體積變少 排開體積變少 所以答案就選的是C 最後是第一種提型 問你那個輪船沉下去浮起來的時候誰的浮力大 等一下有第二種提型潛水艇我們等一下再說OK